所以老子这个人特别的天才 特别的聪明 他把一个我们走路的 一个实在性的道 升化成为一个抽象的智慧的道 一个哲学的道 读高级 老子说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道 老子说 道这个东西啊 不是可以用平常的话说出来的 道这个东西 如果有平常的话 把它说出来 这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了 同志们想想看 我们说出来的道 都是某一个具体的道 长寿 教你几个长寿的方法 你看看 正是宇宙这个大道 我们说不出来 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 等等等等人还在研究 是说不出来的 凡是说出来的道 都是某一个具体的道 很深刻 所以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你看宇宙当中好度 我们还没有给它命名 命名不了 都深刻 一字千锦 所以讲得出来的 不是那个长道 不是那个长道 是一般的道 下面我们再看 老子说呢 道这个东西啊 它是晃晃乎乎的 乎乎晃晃的 摸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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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它确实存在 仅不过我们看上去模糊的 它里面有形象 有物体 有它的精神 还有它的规律 这个规律还是可以验证的 下面我们就看一个例子 1997年 诺贝尔获得者朱棣文 他是一个美籍华人 祖籍是江苏太昌的 他也要走一条 恍恍惚惚的成功之道 经过不断的努力 他悟出来了 这个悟 而是悟得非常的巧妙 悟得错乎我们意料智慧 就像老子从日常生活当中 一样悟出来一样 他搞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搞得一个结光的冷却 和原子的普作技术 结光把它冷却下来 还有把原子要扎住 这样一个工作 他正因为这个工作的成功 获得了1997年的 问你呢 那我不要紧 他这个灵跟哪里来的 说得很奇怪 他在美国的纽约北部的一个大学里 那个地方很冷很冷 所以大学生都要喝酒 为什么喝酒 抵抗那个寒冷 他突然灵感来了 你看 这些喝醉酒的那些酒鬼 是怎么走路的 他是从晃来晃起 晃晃呼呼 呼呼晃晃晃晃 默默呼呼 呼呼默默 但是其中有相 有物 有精有性 怎么回事 他总是往低的地方走 这个酒鬼 总是往低的地方 他不往高的地方走 他更不能往汽车顶上跳 哇 灵感来了 找到到了 悟到到了 他就想了 在那种结光的 素的 不同的结光 一缩一缩打上去 不同的作用下 那个原子也是这样 就像喝醉酒的酒鬼一样 往下走 往什么下走 往能界能量低的 能界低的地方走 哇 有了 通了 明白了 怎么明白 你看 酒鬼他往底下走 不往上走 更不往上走 那么 我就在酒鬼往下走的地方 我挖一个洞 酒鬼不掉进去了 我不要挖在上面 我挖在下面 不要挖一个陷阱 那酒鬼不从掉下去 那我这个原子不是也可以这样吗 我就在各数的结光的作用下 那个原子不是往能量低的地方走 我就在下面是一个陷阱 好 给我逮住了 他这个灵感 就从生活中间来 从酒鬼身上 磨磨磨 他成功了 他悟了 道 道生可 朱棘文从喝酒的人身上 悟出了物理的道来 这正应和了老子所说的成功之路 恍恍惚惚 当然 老子讲成功 有有为之道 还有无为之道 有为容易理解 无为却不太好懂 其实 无为是帮助人们走向成功的一种高级智慧 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意思是说 道永远是不妄为的 然而 又无所不能做过 其实 无为就是要遵循事物的内在法则 根据客观的实际条件 而采取适当的行动 关于有为与无为 当代著名数学家陈醒生 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典型 老子 讲有为之道 这一点好懂 有为有所知为 但是老子又强调 无为 老子在三十七章中 他就说了 道无为而无不为 道无为 但是无不为 什么意思 道它永远是不乱动的 不完美的 它好像存在在那里不动 其实它发挥了天大的作用 比如我们几个例子 这个车轮子当中两个空的 你看看 这就是道 它不跟你说 它发挥了作用 于是我们可以插车轴 于是我们可以装车厢 于是我们可以滚动 于是我们可以做人 于是我们可以装货 你看看 它不跟你说 它无为 它就两个空的 你看看 要你去利用它 所以道 无为而无不为 都深刻 比如我们几个例子 2004年12月3号 诚信深 国际大数学家 试试 这个数学